张春桥传 作者 叶永烈 第七章四人结成一帮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 毕竟 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 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 始于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 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 与北京召开 下午5时 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 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 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 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 依次为林彪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志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 汪东兴 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 依次为周恩来 董毕武 刘伯成 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珍 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 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 而在中共九大 一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 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 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第一副组长江青 副组长张春桥 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 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文革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 用了一句话 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 这个通知 银者柱 指五 六通知 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 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 不是红级会炮打 不是文汇报炮打 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 严严库下中的清凉世界 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全国全企反右倾狂飙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 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 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 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纲 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 在板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的 全面的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 涂去了那三个副词 天才地创造性的全面的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 头脑是十分清醒的 他说 我不是天才 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 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 怎么是天才 那几个副词 是我圈过几次的吗 在中共九大之后 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内中重要的一项 便是修改宪法 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 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 按照当时的形式 在修改宪法时 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 已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 可是那三个父同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 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父同 不写进去吧 显然会得罪林彪 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侧 在板前言人人皆知 删去两个父辞 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 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 权衡再三 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 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1970年3月8日起 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做出抉择 原宪法中是涉国家主席的 毛泽东在1970年2月8日提议不涉国家主席 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 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1970年4月11日 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 坚持涉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 林彪秘书于运申所计数的林彪意见 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 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 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 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 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 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 那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到了1959年4月 经毛泽东提议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到了1964年底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 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随着文革的进行 刘少奇被打倒了 而且在1969年11月12日 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 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如果仍设国家主席 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 要么毛泽东 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为的是集中精力 做好中共主席的工作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过了11年 已经77岁高龄的毛泽东 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 顺理成章 非林彪莫属了 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 顾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 他的三点意见 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 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 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那只有一个结果 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 把话讲得很明白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怎么办 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 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 张春桥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 选择了毛泽东 张春桥精于全数 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 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 为的是间接的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 这位副统帅的火力 够厉害的集中的轰击着张春桥 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尽失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武 习惯于信号弹上天 各路兵马同时总攻 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8月24日下午 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元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 当时的会议记录 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族 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民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 妄图贬低毛主席 贬低毛泽东思想 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 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 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族 叶群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 仿佛有人要杀他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 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 说毛主席比马克思 列宁知道得多 懂得得多 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 坚决不收回 刀割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族 无法宪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 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 气嘟嘟的说道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 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 说是个讽刺 我听了气的发抖 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 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在板前沿 中南族 李作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戴着一副墨镜 附和着邪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 所以党内有股风 是什么风 是反马列主义的风 是反毛主席的风 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族 邱惠座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阵阵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 思想是全面继承 汉卫 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 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 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 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 有人说天才 创造性发展 是一种讽刺 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林副主席 山下 留守北京的黄永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打来长途电话 要秘书带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有人说天才地 全面的 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 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 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 林彪一声令下 山上山下 海 陆 空一起出动 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其实 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 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 8月31日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 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 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 他们搞突然袭击 搞地下活动 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可见心里有鬼 他们先搞隐瞒 后搞突然袭击 五个常委瞒着三个 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 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那些大将 包括黄永胜 无法宪 叶群 李作鹏 邱惠作 还有李雪峰 郑维山 他们一点气都不透 来了个突然袭击 他们发难 不是一天半 而是8月23日 24到25中午 共两天半 他们这样搞 总有个目的吗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 地下活动 是有计划 有组织 有纲领的 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 就是天才 就是反封九大路线 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 要分裂党 急于夺权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 他们搞违心论的先业论 说反天才 就是反对我 九大党章已经定了 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 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 是专批天才论的 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 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 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 天才是靠一个党 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天才是靠群众路线 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 银者注 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没有问我商量 也没有给我看 他们有话 事先不拿出来 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 好像会成功了 可是一说不行 就又慌了手脚 起先那么大的勇气 大有诈平庐山 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可是过了几天之后 又赶快收回记录 银者注 指叶群私自收回 他在九届二中全会 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既然有理 为什么收回呢 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 他有些话说的不妥吗 比如他说 全世界几百年 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 不符合事实吗 马克思 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 到列宁 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 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 中国有陈胜 吴广 有洪秀权 孙中山 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什么顶风了 一句顶一万句了 你说过头了吗 一句就是一句 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 我不当国家主席 我讲了六次 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 就是六万句 他们都不听嘛 半句也不顶 等于零 陈伯达的话 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 什么大数特数 明日数我 不知数谁人 说穿了是数他自己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 是我缔造和领导的 林亲自指挥的 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缔造的 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 到大没了 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 倒是最形象的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1971年9月13日晨 蒙古温都尔汉的一声巨响 林彪折戟沉沙 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 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 陈伯达的下台 是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聚消了 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 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林彪来了个嘴肯尼之后 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 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 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 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 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 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 当然比起姚文原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 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 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起唇问毛泽东 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 无话不谈 他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 前几天 康老跟主席谈话 康老说 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 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 他对主席说 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 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他明白 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 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 几天之后 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 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 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 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 就连王洪文自己 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 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 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 79岁的毛泽东 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 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 老太明显地增加了 照见之际 张春桥在侧 看得清清楚楚 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 显得很热情 问他念过几年书 当过几年兵 称赞王洪文籍工农兵于一身 当过兵 勿过农 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 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要往洪文谈观点 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 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临别时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掉 王洪文来京的原因 张春桥又不变点名 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 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列宁全集 王洪文翻了几页 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 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 打电话到上海姐们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 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 有时 一整天开会 又累得很 这几天 一连出席七基部的会 河南的会 湖南的会 下午三十出去 夜里三十回来 我看不尽书 调到上面来 真不习惯 巴布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 张春桥向毛泽东 反映了王洪文 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 毛泽东笑场 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 不过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 你不要传出去 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机成功了 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 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 王洪文这个上海国眠十七场保卫科干部 是他在安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 成了上海市集委会副主任 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 王洪文坐上了火箭 从他的部署越为他的上司 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 这使他大为不快 当然 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 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 王洪文来到中央 增强了他的势力 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 也翻不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 王洪文在北京展露头角了 那是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经毛泽东提议 决定攻洪文 华国锋 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参加中央工作 另外 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 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1973年8月27日 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共包括104名委员 王洪文显赫的出任主任 而周恩来 康生 叶剑英 江青 李德生为副主任 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 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 当输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 做修改党章的报告 国内外未知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的发表评论 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 说得不大客气了 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 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 他又选择了林彪 而林彪却反叛了他 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 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 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 他担任大会秘书长 须知 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 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毕时 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 8月30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 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 王王璐璐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 王王璐璐担任了大会秘书长 结果只落的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 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 还增加了叶剑英 李德生 望着邪剑英的名字 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 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 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 理所当然会得以着生 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 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付出了 1971年11月4日 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 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 银者住 纸业剑英 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 是他们对付林彪 陈伯达 王 官 七 王 官 七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 包括总理 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 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 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缺点是有的 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 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 副总理们亦恢复名誉 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振林也平反了 显然 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1972年8月 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 1973年2月20日 邓小平从相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 20天后 3月10日 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 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 他和王驾祥 谭振林 乌兰夫 李景全 李宝华 廖承志 秦基伟 杨勇 王征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 徐景贤 马天水 王秀珍 于慧勇 金足敏 刘湘平 谢静怡等 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 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球手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领余 张春桥对于政敌 从来不会手软 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正慧 毫无结果 他说来说去 无非是既不清楚那句话 文子倒渐渐多起来 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 看守不离也不才 地处郊区 四周是水田 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 文子连同各种各样的小飞虫 夜夜骚扰着葛正慧 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文子 尽管被打死的文鱼满臂血斑 星星点点 可是文子仍络绎不绝地飞入牢房 屈之又复来 打不尽 灭不绝 交代吧 交代了 马上就可以回家 窗外 想着看守的又降生 葛正慧暗暗咒 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 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 被蚊子钉起一块块红斑 起痒难熬 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 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 居然体内产生抗素 蚊子钉了不起泡 不发痒 只是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磕症 面对四人帮的虐待 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 诚如老字七十四章所言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 那铁条都是竖的 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 窗上铁条反而是横的 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 他不畏死 却不想死 他的心中 常常喃喃自语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要把牢底坐穿 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时 没有日历 没有报纸 不知今宵何日 不知明朝何月 他真的被蒙在谷中 围墙外的生死搏斗 他全然不知 突然 再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 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 把语录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 他感到莫名惊讶 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 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 背对着他 擦擦 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会焦急万分 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 反乌他撕 那他有口难辨 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 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 他赶紧接过语录 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 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林彪提词的一页被撕去了 林彪的在板前言 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提词还给我 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 吼道 还提什么林副统帅 给我闭嘴 葛正会毛色顿开 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 心想 林彪倒了 你将清 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思去林彪提词 使他在万分估计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 中日读书 月报养成了习惯 如今中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 希望知道大强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 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 你想窥测方向 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 马补从葛正会的一句话 联想到窥测方向 以求一成之类反胡锋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 就是关在提兰桥 也允许看报的呀 葛正会所说的提兰桥 也就是上海监狱 因为上海监狱在提兰桥 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兰桥 这儿不是提兰桥 你最大恶极 枪毙了还便宜你 所以关在这儿 你还想看报纸 白日做梦 看守沉着脸 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会知道 再争也没用 但是 没有报纸 不听广播 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 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 想起看守的呼唤 坦白交代吧 马上把你放掉 你看 外边的天空多蓝 空气多好 如同龙中之鸟 它天天渴望自由 然而 一想到他的自由 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 亦是为代价 他宁居小小囚笼 不目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 一回回西洋西沉 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 渡过群文围攻的酷暑 忽然 有那么一天 从小洞口 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 给了报纸 还说到 你不是要看报纸吗 给你 仔仔细细的看吧 葛正会连忙拾起报纸 不由的一正 人民日报头版 以显赫的地位 刊登一张照片 一个大包头 戴眼镜 中山装笔挺的人物 面带三分笑 正在跟朝鲜外宾握手 如果不看照片说明 他差一点认不出来 这位首长 哦 说明上写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 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 怎么样 看见了吗 你还敢炮打吗 赶紧交代吧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葛正会愤愤地把报纸置在地上 他简直不可想象 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 越是狄克得志 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议事 总有一天 狄克的真相 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 此后 不再给他看报 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 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庄是 林彪垮台 张春桥上台 囚守垢面 心事浩芒 忧国忧民 吞辱寒冤 望着铁窗 他常常溃然长叹 虽说他无妻无子无女 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 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 狄克仍在得志 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坐着总理 梦 1972年5月 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 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的 周恩来日益销售 每日大量便携 1974年4月 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 诚如寒冰与赤探 两人尖锐的对立 张春桥做着总理梦 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 1966年12月18日 在中南海西门小屋 向快大富面受打倒刘邓基怡的 不是别人 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 崇尚政治舞台 他要对文革进行大整顿 邓小平并没有因为哀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 论能力 论智慧 论经验 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 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付出的 是周恩来 毛泽东呢 在邓小平1972年8月3日的信上 写下一段批示 赞扬了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 历史上他是哀整的 二战时期邓毛谢谷 他是毛派的头子 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 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 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邓毛谢谷 邓为邓小平 毛为毛泽张 谢为谢维俊 谷为谷白 1933年 邓毛谢谷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 打击 人称毛派 毛泽赵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爱 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 张春桥正是华帝社中间 接着 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 张春桥懊悔不尽 当年没有像整流少奇那样 致邓小平于死地 如今 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已重于邓小平 构成了对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 1973年12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 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的声望 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 出任总参谋长之后 他受到军队的拥戴 张春桥心中发慌了 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 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微信几乎等于零 独立难当 四人结邦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 张春桥与江青 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 张春桥在江青面前 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 但是打心底里 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 在张春桥看来 江青不过是个草包 如此而已 他处处敬重江青 全然因为他是第一夫人 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 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 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 向来对他言听计从 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 在姚文元面前 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 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 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凶无点末 在张春桥掌握之中 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眨点别扭 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 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 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王洪文结成一帮 起初人称上海帮 这样以地狱定名 未免使上海人反感 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邦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船之千古的名字 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 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心 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 张 江 姚的不正常的活动 1974年7月17日 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 指着江青说 他算上海帮呢 你们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 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 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 人们通常称之为王 张 江 姚 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加以排列 也有的称之为江 王 张 姚 因为首领是江青 在四人帮之中 张春桥是军师 江青的旗子 张春桥的点子 姚文元的棍子 王洪文的副主席牌子 他们四合一 结成一帮 四人帮的核心 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 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 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 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 江青是山东诸城人 姚艺元是浙江诸记人 除了姚艺元能操上海话之外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连阿联都不会说 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之为上海帮 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 蓝平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 他的革命样板站 他的批判海瑞罢官 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冲钻入左翼作家阵营 也是在上海滩 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 直至解决安氏事件 发动一越革命 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原以后 分配在上海国眠十七场 他在安亭握轨拦车 他成为工总司司令 都是在上海 正因为这样 在中共十大召开时 张春桥握着上海国眠十七场的代表 杨小妹的首说十七场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 他1948年入党 1957年发表了那篇 引起毛泽东注意的路已被考 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 平心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都在上海 先是在1955年的反胡锋运动中 张春桥就出了陷入困境的 中共上海卢湾区党委宣传部 干使姚文元 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 姚文元批判胡锋的文章 张瑶有了交情 接着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 张存桥 姚文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 邓小平 王 张 江 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 四人帮 1874年4月10日 穿着中山装 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常的身份 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 面对各国的代表 邓小平侃侃而论他则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 这是邓小平自从被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 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点 外电纷纷预测 精力充沛的矮个子 邓小平 毫无疑异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 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餐上登载的外电评论 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 在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 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 显然 只要周恩来见在一天 周恩来就是总理 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 是第一副总理 因为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 第一 现在总理正病重 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第二 一旦周恩来故去 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的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 设立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呢 也觉得需要设立第一副总理 不论周恩来 还是毛泽东 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事不两立 同为副总理 平起平坐 躺不明确谁第一 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 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974年10月 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 毛泽东在10月13日 抵达湖南长沙疗养 江青呢 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 祝他不要多露面 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 我基本上是闲人 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10月4日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 电话的内容 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